常常遇到的状况就是说 因为像刚刚的那个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里面 我们是给三个范围 那给三个范围呢 当然 其实 人家选三次 那如果说你那个范围 越大的话 当然有必要就是 把个别的储存格 改成连续的 那这个连续要怎么做 就是说要把什么呢 也许这边的月考 一二三 要把它改成只有一个 叫月考 让使用者去选取的时候 是选一个连续的范围 那选一个连续的范围呢 自动就把这三个资料抓到 抓到哪里 抓到引述 我们可以接收到 可是接到的时候呢 它不是说一个资料 而是里面有三个资料 所以呢 接到之后呢 我必须要把它做一个什么 把它分开来 就是接到以后 我再把它切成三个部分 那怎么去做 一般当然一般书里面 我看的蛮多 其实讲的都没有很清楚 后来我发现 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来叙述 第一个就是说我接到之后 我先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这个变数假设是A 这个A这个变数名称 我自己取的 那我怎么知道 第一个出称格 叫怎么样把它抓出来 我这边的话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 可以后面加个刮壶 有点像Sales 它的第几列 一定会先列再来 所以 这边是一列 那这边是第一栏 这边是第二栏 这边是第三栏 所以呢 我如果要抓到 这个成绩的话 我先把它整个丢给A 那怎么去把第一个成绩抓出来 就利用A刮壶 第一个 第一列的 第一栏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第一个成绩 第二个成绩就是什么 A刮壶 一样是第一列 1-2 Islay推栏 那这个是A-3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可以怎么样 变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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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成绩 去把它整个再把它抓出来 所以选的时候 它可以变成一个连续的范围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比如说做完 我希望插入函数里面呢 会有一个叫做月考函数 我加一个底线范围 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就一个格子 那我就直接选它的时候 给它的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储存格 而是一个连续的范围 所以你会发现 它基本上丢给引述的话 是用这样的方式去陈述 这个就叫正列 这个叫正列 那这个正列里面的话 会有三个东西 我必须把它做切割 切割 切割 好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一样会给我正确的结果出来 那我底下的话 我把它删掉 一样可以怎么样 把它向下填满 结果一样 没有问题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刚刚的这个月考函数 123 如果我要变成底下这个部分的话 基本上可以这样 我重新做一次给各位看 第一个 请各位看一下 把它Ctrl-C 底下呢 Ctrl-V贴上 那做什么事呢 更改